大家好,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的幽默达人小雅 今天我们带来一个极具黑色幽默的招聘面试故事 保证让你捧腹大笑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找工作的小伙子 他的求职目标竟然是殡仪馆的夜班工作 你没听错就是殡仪馆 这可是个充满了阴森气息的地方 而今天的这位主角以无比的勇气和幽默感 向面试官展示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在面试中小伙子不仅认真询问了工资待遇 还提出了自己特有的招聘要求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想知道月薪800还是一天800 当听到一天800时他的反应是 这太牛逼了 他说自己已经穷得无所畏惧 夜班的工作条件他完全能接受 面试官提醒他夜班工作可不是开玩笑的 有时候是需要扛尸体的 而这小伙子却轻描淡写的回应 那有啥能比没钱更可怕的 面试中小伙子甚至表示 自己已经做好了躺进去凑数的准备 直言要么装钱要么就装自己 展现了他对工作的全情投入 他表示自己对这份工作信心满满 即使工作中遇到麻烦也能躺进去解决 甚至调侃说要是有问题我都能给尸体追回来 面试官被小伙子这份自信和幽默感所打动 最后决定录用他 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幽默感的求职者 还展现了他在面对挑战时的无畏态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段充满戏剧性的招聘面试过程 体验这位勇敢的小伙子是如何用风趣面对工作挑战的吧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编译馆现在还找不着人呢 现在还找你啥举例啊 哎呀姐你看那个我中专可以吗 行可以 百般八百万万一千五 你啥时候能上班啊 姐是这样 就是那个咱们是一个月八百啊 还是一天八百啊 那肯定是一天八百啊 一个月八百这份活谁能干的 那太牛逼了 我要上夜班 实在是他妈太穷了 小伙子你会想好了啊 这边夜班可得靠是X呀 哎呀这能咋的 那有啥还能比没钱的事更可怕的 你那个前月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没干几天就上警察公园员呆着 你不是那啥意思啊 他还能大使啊 那倒是不能 你自己想好吧 你去天上夜班是不是啊 那必须的 就上夜班 行那提前说好啊 不到五天的话不能给算公子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姐姐 我上班自带 要么装钱 要么就装我 你还担心我害怕吗 我弟这玩意也没那么喜好 你放心吧姐 你相信我 别说你让我扛死X 他跑了我都得给你撵回来 你还不回来我自己我就躺进去 老弟啊 姐是看出来了 您真是穷疯了呀 姐这玩意咱干一行爱一行 你们那要是业绩不好 我可以躺进去给你们凑数 他醒了我都能给他悠着他 你放心啊 别这么说姐 应该的 这工资这么高 这他妈要是不碰了点事 这钱我拿着我心里都不踏实 妥啊老弟你太差点了就你了 你明天跪上门啊 没问题啊 我没问题啊 我一会儿我就去 那个我也不过上一本 咱俩个白脸一夜 夜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这段 充满黑色幽默的招聘面试经历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更多风剧幽默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